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1月15日报道,俄罗斯趁其最新型S400开旋导弹系统在射程方面,已经超过国外同类产品的一倍,机动性方面更是超过其他国家二倍之多,进而引发在继印度之后,包括沙特、卡塔尔、摩洛哥、埃及、越南和伊朗在内的13个国家。 都不顾美国政治威胁及其经济制裁,有意购买俄制S400导弹系统。 值得关注的是,德国欧洲战机公司,已经研发出一种专门对抗俄罗斯防空导弹系统的武器,被指卫士专门应付俄罗斯在北约连进部署的S400开旋防空导弹系统。 但俄罗斯军事专家假声认为,目前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武器能够完美躲过S400导弹的主动打击,俄国主力狂风战机的技术也不行,但北约仍然有对付俄罗斯的办法。 根据美国此前自行制定的与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的相关规定,全世界任何一个第三国在购买俄罗斯生产的武器时,超过一定限额或者是购买了指定型号的武器装备,都将被美国视为经济制裁的目标。 那么根据此规定,恰好俄罗斯生产的S300、S400防空导弹系统就名列其中,而且和萨德系统形成对立之势,想必,美国是绝对不会让此事件发生,肯定将会对计划采购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国家给予一定的经济制裁。 但事实是这样吗?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资料来看,在他们的相关规定干涉之下,已经有数十亿美元的俄罗斯军口出口订单被成功取消,但是目前仍有国家仍然坚持和俄罗斯完成采购合同。 在这些国家中甚至不乏有美国的传统盟友,例如沙特、卡塔尔,还有同美国保持着弱吉弱利关系的越南、伊拉克,以及常年在美国要制下的摩洛哥和埃及。 其实从这些名单当中不难发现,能够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一同美国作对的国家,要么是同美国在国际关系上并不友好形成对立的国家,例如越南和伊拉克,要么就是作用丰富的自然资源。 利沙特和卡塔尔,还有就是有利于美国战略合作关系的,例如印度,这些国家目前和美国都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,而且都是常年饱受美国军火伤的剥削,对于美国带有政治附加条款的军售合同深恶痛绝。 再加上美国一贯坚持的霸道作风,终于引起了这些国家的强烈不满。 受当其冲的刀鼠沙特,作为国际原油市场的主要国家,如果美国要来制裁,那可是端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 沙特目前也是稳定国际原油市场的重要基石,一旦将制裁大坝挥向沙特,美国自己也会受到冲击。 而北约欧洲盟友,更是为自己的自由资源考虑,当然站在了原油危机的第一线,因此,无论从何种角度考虑,且不说每隔几年沙特以及一些中东国家,都能给美国带来丰厚的军售合同。 美国如果对沙特或者中东自由大国实行经济制裁当甚至而好行,印度前段时间也被美国网开一面,而印度在采购俄罗斯F40名系统仪式上态度更加的坚决。 但是在经过了美国几次不痛不痒的警告之后,却被告知印度不会遭到制裁,因为对于美国而言,印度太平洋战略的核心,关键就是印度,现如今两国之间的关系还很脆弱。 一旦用力过盟会有很大概率失去这个潜在的盟友,因此,为了区区数十亿美元的订单而放弃异度,即便是一百负无常的特朗普政府而言,也不会做出这种本末倒置的决定。 嘻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AO。